古代的抑郁 古代的周边地区 他们的文献中间 都有关于自己和自己的邻居 表演地区 往来的记载 这都是四手之路有关的历史资料 那么这些历史资料 在欧洲人建立 进行殖民扩张以后 那么欧洲人呢 由于控制了中近东 控制了印度 欧洲人为了辩语 西欧一些殖民大国 为了辩语他们的 这个殖民同志 他们不得不学习当地的语言 不得不收集当地的文献 那么这样呢 在这些殖民大国里面呢 从这个1849世纪 就发展了一门 很重要的学科 这个学科呢 叫做东方学 英语叫做Oriental Studies 东方学 那么这个东方学呢 就是用现代 用近代 就是科学的眼光 来研究 古时候东方 有点难得过一些 我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 英国有一个学者 他叫Jones 18世纪 他到了印度 他学习梵文 他学习梵文 不像印度的那些 婆罗门 印度教的 信徒学习梵文 他是带着一个 一种欧洲人的思维 来学习梵文 学习他的语法 学习他的动词 学习他的形容词 名词 学的学的 都学得非常奇怪 哎呀 这个梵文怎么和 希腊文 怎么和拉丁文 怎么那么像 我们学过英语的人 英语有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是 第三人称 动词要加个S 有重句 梵文怎么也有 这套东西呢 这时候他 突然产生了 这样一个观念 我们这么瞧不起的 这些印度人 这些逼见的印度人 会不会 和我们英国人 有一种遥远的 亲戚关系 就是从一个古老的语言 共同 有一些人 离开了那个语言的环境 带着这个语言 慢慢发展过来 这就是我们可以说 这个东方学的一个萌芽 因为现代 当然他们后来创造了 经过发展创造了一个很大的科学 叫做印欧语言比较学 比较欧洲和印度 各种各样语言的亲缘关系 建立的一个框架 是怎么样分挂的 怎么样分挂的 这就是这样一个现策 像我们中国 也有类似的学 我们中国 从乾隆年 开始 由于 清代的 满清统治者的征服和过章 清代所控制的疆域 要远远的超过明代 控制了西藏 控制了新疆和新疆 界外 今天哈伐克斯坦 吉尔吉斯坦的地方 不光包括什么 包括外蒙 东北要越过 越过黑龙江 包括俄罗斯远东的这些地方 包括库越岛 所以清代的文人 对文人来说 增加了很多文所未闻的知识 这样呢 在乾隆年中间 有一门学问产生了 叫做 边疆与地之学 就是中国的周边地区的 地理 的研究 那么这个研究呢 随着鸦片战争 前六年是中国 很风光的时候 很强盛的时候 过了没一百年 这个 中国衰落到什么地步呢 被英国人打败 然后不断地割地求和 原来 以为荣耀的这些 辽阔的江族 被一块一块割掉 因此从 鸦片战争以后 又有一批学者 在继承 研究 边疆与地之学 但是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并不是 目的是为了通过 对边疆地区的研究 来寄托自己的爱国之情 我们的祖先曾经 创造过 我们辉煌的业脸 今天一块一块地丢掉 那么这样一个学问 到了民国年中间 有一部分学者 到国外留学 最初是学习自然科学的后来 一个学者 原文科学 那么学习原文科学的人 发现了欧洲的东方学 他把这个欧洲的东方学 和我们中国境内 传统的边疆与地之学 这两个东西 不同的学问 结合起来 成为当代 我们中国 有个 次数制度研究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学派 我们南京大学 就是这样的学派 北京大学也是这样的 那么日本也有很多学者 是这样的学派 同样 这个欧洲的学者 在他们研究 边疆与地体学的国 研究这个东方学的过程中间 他们发现 中国 传统的 我们今天讲的 所谓的国学中间 也有很深的学问 是研究中国和周边地区 研究中国和遥远世界联系的 他们 明明是研究自己 有自己的东方学传统的人 他们来学习中国 学者传统的哲学法 那么这样呢 就创造出一门 欧洲和我们类似的 四周之路的研究的学 所以世界各国的 现在研究的趋势 是趋同的 那么这种趋同 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例证 就是瑞典 有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语言学家 他的汉名叫高本汉 那么他呢 对中国古代的语音 中国人说话的语音 来做了深入的研究 过去我们中国 从乾隆年中间 就有开始研究 中国古代的语音 什么目的呢 就是为了做诗 做诗要押韵 怎么样 让诗歌能够读得 朗朗上口 中国历朝历代 都编了各种各样的运输 那么这些运输 成为研究中国古代语音的 这个工具 高本汉 这个卡的格列 这个人 用这些书 作为资料 同时加上了 他这个 古代东方学的 我们中国 从乾隆年中间 出现这些著名的语音学家 江勇啊 王念生这些人 他们只知道某一个字 和某一个字 是属于同一个运故的 是可以押韵的 当然这些字 在古代究竟 怎么念 他们是不知道的 他们只能做到 分类 甲和乙是同一类的 是同一个因 但这个因 究竟是一个什么因 他是不知道的 而高本汉呢 用东方学的学说 加上我们中国学者的 传统的国学的东西 他建立了一个 孔雅 他 给出一个成果 这个字在汉代 应该怎么念 这个字在唐代 应该怎么念 那么这个成果 对于我们四头之路研究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重要 提到了很多国家的名称 提到了很多国家的名称 这些国家和民族 相当于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民族 你绝不能用今天的读音 来理解 你必须出源到 这个词 所使用的那个时代 比方说 当前出席的时候 到了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 张谦记载的 当时是西域最大的国家 叫安息 安全的安 休息的心 安息是什么国家呢 这个词代表着什么呢 那么经过学者们的研究 在张谦出西域的时代 这个时代 在伊朗的北部 确实有个国家 这个国家叫 帕提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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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就是安息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 不写帕提亚这个名字 要把它写成了安息呢 什么道理呢 有道理的 因为建立 帕提亚 这个王朝的统治者 他姓 他的名字 叫阿尔萨克 阿尔萨克 他叫阿尔萨克 安息 所记得 就是阿尔萨克这个音 中国 汉语中间 没有任何词汇 是以舌尖参音 来结尾的 没有的 那么 汉代的时候 当一个中国人 听到了一个外国人 发音 阿尔 他自然的反应 是找一个跟他最接近的 一个音节来代替 我们今天还有 德特勒勒 放在一起 所有的舌尖音 都放在一起 所以中国人 用安 德特勒勒这个勒 用舌尖音 来代替了阿尔萨克这个 阿尔萨克 修西的西 今天在广东 还念色 这是一个入生字 这个入生字 在唐义会 这个课没有 所以 张谦 所记载的 安息 就是普提亚 那个王朝 统治 这个家族的信 那么这个成果 就是建立在高本汉 这个东方学和 我们中国国学 结合以后所产生的成果的基础上 所以我们在知道 那么 因此呢 我们在进行科学研究中间 当代我们四周之路的研究中间 从文献的角度 我们也要关注 欧洲的东方学校 他们的成果 讲到四周之路 那么首先讲 四周是中国 独有的 一种 纺织品 这个 其他的那些纺织品 比如说棉花 也是自然界 成长出来的 可以做成棉花 麻 植物纤维 也是植物界 自然界 自然存在的 这个 做衣服的皮革 那么在宰杀动物以后 把这个 皮革经过揉制以后 变得柔软 其他的民族都有 只有这个丝绸 是非常奇怪 是人类发现了一种 昆虫 就是蚕 这种昆虫呢 在它的幼虫阶段 它是一条 跟个普通的昆虫 是一样 但它快要成熟的时候 它要给自己 做一个小房子 要吐出丝来 做成茧 那么这个茧呢 它把它自己包在里面 中国的古人 那也很了不起 就发现了这样 这个动物的 这样一种特性 把这种小昆虫 驯化 什么叫驯化呢 就是把野羊 变成家羊 把狼 通过人工的饲养 变成了狗 把野猫 或者小型的豹子 通过饲养 把它变成了 家养的猫 这叫驯化 从人工的驯化 那么人工呢 把蚕 这种野生的动物 通过人工 现在你把一个蚕 放在野外 风吹热 都死掉了 它只能在我们人工的 环境中间 浮育才能生长 中国的古代的人类 发现了这个东西 那么这有多久远呢 非常古老 那么在 三十年代 中国古代的考古 中国的考古学家 就在龙山文化的遗址中间 发现了一个产品 碳化的产品 大概像距现在有 四千七百多年 那么另外呢 在江南的 这个河姆渡的遗址中间 也有发现 就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 都有 这个四枝叶的 产生的条件 而且说明当时的人类 已经 把 产生经过 经过 有意识的培养 在诗经中间 就有歌颂 古代的劳动妇女 到桑田里去 采叶子 来 所以 四枝叶 是 这个中国 非常古老的一门 技艺 一个产业 那么也是 中国和周边民族 进行交换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产品 非常轻薄 非常美丽 带有光泽 在匈奴 向 向内地入侵的时候 汉朝统治者 就要向匈奴 给他提供 四枝叶 当时 这个 匈奴就有人 向匈奴的统治者建议 说你不要太跟 汉朝往来谈密切 汉朝的那个 四枝产品 非常漂亮 但是 非常不惊穿 在经济中间 草原并不是 一望无际的 草原并不是 很多丘陵 长了很多树 你骑了马 在经济周间 那个丝绸被 那个树枝子一挂就破了 哪有我们这个皮革好 这有讲话 我们如果理解它的背景 也就是当时 匈奴的统治者 非常仰慕这个丝绸 大部分的草原牧民 贫穷的都穿成 它作为一种高级的 时尚的消费品 它要穿的与众不同 就是这个丝绸 那么这个丝绸呢 中原地区 向游牧地区的 输出量 是非常大的 我们知道在 安氏之乱以后 安氏之乱 唐朝已经没有力量 来平定 安氏之乱 所以从回合 借兵 帮助平定 安氏之乱 平定以后 对回合 有个 有个大卸的 条件 每一年 从回合 要输入 十万匹马 然后用捐 来抽打 这个比例 也是对回合 很有利的 一匹马 要交换很多的捐 这么多的捐 按照游牧民 都说 回合 贵族数量 是不能消化的 它自己是用不掉的 那么都到哪里去了呢 都被他们 回合贵族 它收到了 中国的四州 等于就收到了 金银财 它把它通过 长途的运输 运到了遥远的西方 所以呢 丝绸在 中原这个土地上 在我们长江流域产生 产生以后呢 它不但 是我们自己的 消费品 是我们自己的产业 它同时 也是我们一个 重要的输出的产业 是一个换取和平 是一个换取 别的名 自己民族所 没有这种 码拼 是一个重要的 一个交换产业 所以我们先讲到 这个四州 四支野 那么草原上 在我们产生 四州的时候 我们的邻居 草原和绿洲地区 有一些什么样的距离 他们的文化 是怎么样子呢 在我们的 和姆度文化 在我们的龙山文化时代 在中亚 内陆亚洲地区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 这个重要的文化 我们叫做 安努文化 安全的安 努力的努力 翻成英语叫 安劳 A-N-A-U 这个地名是得自于 普库曼斯坦南部的 这样一个地 因为这个地区呢 出土的淘气 淘气上的花纹 是彩色的 所以我们又把 安努文名 称为彩淘文 到了二十世纪 上半夜 解放以前 瑞典的考察队 到中国来和中国考察队 在中国的西北地区 我们今天叫做 养超村 那 你也发现了彩淘 发现了彩淘呢 当时这个 瑞典的科学家 安 安德森 脑子中间就有这样的印象 中国也有彩淘 外国也有彩淘 那么这个遥远地区的彩淘 彩淘 它有没有 内在的联系呢 究竟谁 影响谁呢 就像中国也有人画油画 当然也有可能不排除 独立的 大家都发展起来 但是更大的可能性 是一个地区先发明 影响了另外一个地区 安德森 他有一个观念 他认为安德森 文明更古老 五千多年 中国的彩淘文明 可能比较晚一点 所以呢 中国的彩淘文明 是受 外来文明的影响 所以它有个 很重要的论断 叫做 中国文明西来说 中国文明 从外国传来的 当然 在当代 我们学者已经建立了 中国境内彩淘文化 养朝文化 再往上推 六千五百年前 中国境内的彩淘 和 图曼斯特的彩淘 像比中国更古老 不可能 一个更古老的是 像一个 一个后期的学习 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 那么两种 彩淘之间 从文化的文样 花文 是不一样 那么这个文样 反映了人的思维习惯 反映他们的文化 这是不一样 那么今天呢 我们在中国 新疆境内的 彩淘 可以说 是受 安努文化的影响 早期的彩淘 因此 如果我们要讲 中国文明 西来说的话呢 那么可以说 在中亚地区 内陆亚洲 中国 已经早期 有一些 使用彩淘部落的 文化的人 和我们中国西北地区 新疆边缘地区 有过联系 那么这个联系 如果我们把它放在 四周之路的框架下 我们可以看出 在中国的新疆 和那边的人之间 已经有了 那么古代的四周之路 是那种一战一战式的 链条式的 链锁式的 我们能够确定 这样的往来的 链条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样 我先讲到这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